520后消失神隐的前副总统吴敦毅 成吉一个多月终于露面出席活动 现任后之所以低调传出已经默默不举 明年党魁战 党内也出现力拱声音 让我再多听听民众的声音 再来做决定吧 谢谢你们 话没说死埋下伏笔 如果吴敦毅角逐 可能是现任党主席洪秀柱最大的劲敌 因为掌权三个月 洪秀柱党内地位还不稳固 外界也质疑党务改革不明显 但驻解权力保卫战悄悄展开 派出身边的副秘书长群 出马角逐嘉义市高雄和台东布局2018 目前很多基层党员也有不同的声音 希望在不同的阶段 是不是要有不同的风格的主席来去带领 洪秀柱就怕党魁位子不保 但环顾四周潜在对手 如果柯市长需要我来协助他 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四大运是全国人民的事情 跟四大运有关的事情 如果需要我协助 我非常乐意来协助 当过首都市长的国民党副主席郝龙斌 批柯文哲不以余力 还说要助柯一把 软硬兼施 博得不少媒体的版面 而马前总统同样话题不断刷存在感 骑铁马开直播 卸任后人气反而提升 随着党内败选后 氛围逐渐沉淀 蔡政府又接连突裁 让蓝银天王们开始蠢蠢欲动 酝酿重返政治舞台的能量 记者综合报道